从齐齐哈尔我们住的酒店 开车将近40公里 到了这个罗西亚大街 主要我们这是来看中东铁路 哪里有那个俄式建筑呢 那个烟筒是俄式的 我看不出来 对不起 俄式建筑的很宽大的 这里还有咖啡可以喝 顺利到达目的地 罗西亚大街道路道路附近 就在这罗西亚大街走走吧 这个是咱们中式建筑 你看了 肯定中式建筑 这中式建筑 俄式建筑可能都已经 100多年它就不保留了 还有的嘛 你看 再走走看 这个是俄式建筑 这个 看着都悬 它真是俄式建筑 它外面会挂牌子 这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罗西亚 这个垃圾箱可能是俄式建筑 人家说罗西亚大街两边 有100多户的那个俄式建筑 你看吧 然后是中东铁路 你说一下 罗西亚大街 据记载啊 这条街形成于 1907年 它主要是围绕着中东路的修建 第一批的那个俄罗斯人到这边来 开始在这 那要再往那就是要到1900年左右了 是吧 这叫罗西亚大街 现在看呢 因为 这个叫什么 这些房屋啊 保存的 据说啊 反正保存的不太好 以我目测啊 就这些房子 都不是100多间钱的房子 这也不像俄罗斯的建筑 是吧 可能这儿曾经有过俄罗斯建筑 现在这个房子 我看看就是基本中式了 是吧 所以说这条街呢 就留下一个名字 罗西亚 罗西亚呢 据说是俄语的那个俄国的音译过来 它肯定不是英文 Russia Russia 不是从这儿过来的 套娃 你看 你看现在 你看那个建筑 一看就是 没有什么 现在好像正在大兴土木呢 大兴土木呢 就那个也不像俄罗斯建筑 我们到了边境城市 你看俄罗斯建筑都啥了 一个个得像那个 这套娃变成垃圾桶了 你看 它立的垃圾桶旁边 立的垃圾桶旁边 行 我们到这儿来呢 就知道 有这么一个 这么一条街 有这么条 有这么个历史 至于有多少遗迹 那个从目前来看啊 不像 这些房子 这些房子一看都是以后建 这里可以进去 你要进 大让你进 风这么大 不进啊 就稍微停下来拍个照 这什么铁路啊 火车站 这是个什么 火车站吧 这个还有点 有点像俄罗斯 可是那么新 它可能翻修了 是不是 它都没挂牌子 对 要挂牌子 它才能 你才能说 这是当初的火车站之类的 是不是 嗯 它说不出来 但那个地方 那公共厕所 那都挂牌子了 那挂牌子 公共厕所挂牌子 没有要去 我不去 这还有个烈士陵园 看看 要是称得上那个烈士陵园 它已经苏军 那已经不叫 苏军啊 烈士陵园啊 对 苏军 我来拍个照 这是苏军的烈士陵园 苏还是繁体字呢 对啊 苏 苏军 烈士陵园 都是繁体字 罗西亚这个地方 只留一个名字 叫遗址 可是呢 遗记 估计啊 南密其宗 是不是 那房子 没有保持 能保留 一百多年 不太容易 一百二十多年 是吧 不太容易 估计房子 不建了 只有这个地名 这块地址 还有承载的一些 历史故事 不过呢 这个苏军 烈士陵园 能看出来 中国人还是重情重义的 是吧 苏军是来帮我们 还是打我们 对啊 打关东军 打日本 打日本 不过呢 大方向来说 打败了关东军 还是值得我们尊重 你看 现在还关着门 不让近 是吧 还是一个全市 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 你车子倒过来 我走到前面去看看 去吧 鸡蛋 公铁路建筑在昂昂溪建筑群 主要分布在昂昂溪区 铁北玉红路 那么共有111栋居民住宅为105栋 建筑总面积为13.423平方米 始建于1901年至1907年 有砖木结构 还有一些砖混结构的木质结构 整体建筑为俄罗斯的风格 为了研究中东铁路的整个历史 提供了物质的依据 111栋的俄罗斯建筑 特别冷 特别冷 1.5号铁路 3.5号铁路 合不ć 哎 喝口水吧 到了這屍西亞大街有什麼感想 只有遗址 说明这个地方呢 俄国人来过 苏军来过 很难建议房子一看呢 就已经是 对后盖了 来到齐齐哈尔 就这样 还是来看看 可以 不错 值得看看 好吧 我们现在去 哈尔滨 走吧 现在出发去哈尔滨 好冷的 风又很大 开始导航 600米后 在道路尽头右转 正在前往 哈尔滨香格里拉大酒店 这条路挺好的 我会问你 我会问你 是有意思吗 是有意思吗 我会说你 我会想你 我会说你 然后你会说我 这条路尽头